D等於V分之N是各位背過的第一個公式 我當中各位講過 背公式的意思要求有什麼 第一個 最好能夠講出中文的意思 密度叫做單位體積內所含有的質量 最好要知道中文 你們都超級世界恐怖D啦 通常都不喜歡記中文 只喜歡背英文D等於V分之N 那麼就請你搞清楚 什麼叫D 什麼叫V 什麼叫M 英文字母只有26公式 每個字條有三個英文字母 你背過不只八九個公式 所以有個公式的字母會重複 你要知道在那個題目裡面 那個字母代表什麼玩意兒 代表什麼東西 我講過了 墨濃度大M等於三分之墨 有個M D等於V分之N也有個M 這兩個M的意思是不一樣 搞清楚你在背什麼 會跟我們後面的問題有關係 注意單位 用什麼單位 用的是公斤還是公克 用的是牛頓還是椒爾 有個東西像我們例 你目前覺得是公斤重 未來會用的是牛頓 題目裡面 該用牛頓的時候給公斤重 該用牛頓的時候給牛頓 你會盡量把它換過來 把它換過來 所以要曉得用什麼單位 注意這個公式有沒有限制條件 譬如 只能夠在某一種情況用 進水壓力公式 P等SD 只能夠用在靜止的液體 其他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有沒有失智條件 要如何如何 壓力公式 通通都能用壓力公式 P等F除以A 那個F叫做正向力 正向力是要跟接觸面垂直 所以題目裡面要找到垂直的力 才能夠用 不垂直就不能夠用 國三會學公式 有個公式要平行 有個公式要垂直 你要記得 該垂直要找垂直 該平行要找平行 有勢條件 要注意他有沒有限制條件 好 這就是背公式的基本 要讓你這樣叫背完 理論上這樣就夠了 低點路一分之間 一個公式就夠了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有人數學不好 轉不過來 會被R 等於I分之V 就不會V等於什麼 就不會I等於什麼 如果你是這種人 數學如此的不夠良善 那我們教過一個方法叫做 小朋友 遮住他就可以 反而要算的遮住 我講過這是我從國外數上看來 他用的就是R 等於I分之V公式 所以我就照他用這個公式來做講解 公式叫做R 等於I分之V 左右是乘 上下是除 然後要算V V這處 R乘I V等於R乘I 要算R R這處I分之V 要算V 所以如果你的數學這麼不好 背完R 等於I分之V之後 不曉得V等於什麼 不曉得I等於什麼的 小標準 幫你記住該怎麼算 數學夠好就不要理他了 機會算就不要理他了 不用理他了 小標準 讓你知道如何去處理 該可以怎樣怎樣 注意算什麼代什麼 算什麼 這句話有兩種意思 這句話有兩種意思 D等於V分之M D叫做密度 V叫做體積 M叫做質量 所以 該放體積的要放體積 該放質量的要放質量 該放體積的要放體積 該放質量要放質量 還有第二種意思 算A就帶A的 算B就帶B的 要算木頭的密度 請帶木頭的體積 請帶木頭的質量 不能拿鐵塊的體積 帶水的質量 去求木頭的密度 老師 誰那麼蠢啊 你放心好了 等到三年級教電學的時候 就有人這麼蠢 就是電阻電壓電流 要算假的電壓 要用假的電阻 要用假的電流 就會有人拿 比的電壓 比的電流 去算假的電子 亂帶一通 看到豬 看到豬不然會讓你們去塞 也不管難不能塞 有的可以塞 有的會相等 就可以塞 有的不管它去拿 也會說你們塞一塞一塞 亂塞一通 湊打成湊出來 所以 所以算什麼 代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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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代公式的意思 就是公式背清楚 然後用公式的時候 請記得 算什麼代什麼 該代體積就代體積 該代質量就代質量 要算木頭代木頭 該要算體積就代酒精 不要給我亂算一通 不要給我亂算一通 這就是我們基本上代公式的想法 OK嗎? OK